罵人如果不想說粗口可以怎樣? 歡迎收看E之歌仔 MC新歌《小心地畫》13號在電台先行派出 14號才在各大音樂平台上架 很想聽的我 兩天都因為工作的關係 所以在荒山野嶺裡吃著樹葉度過 不要問我什麼工作要吃樹葉 遲些看我IG你們就會知道 一回到家終於都可以聽了 但是神經病 你以為記憶面很難唱嗎? 一首難唱那一首 Wylander就說 《小心地畫》是2022的革新問候語 問候語,廣東話問候人是有兩個意思的嘛 立即有網民就說 《小心地畫》 是不是叫人仆街呀? 聽完我這條影片之後說的東西 你告訴我你覺得是嗎? 這首歌就是由徐浩作曲和監製歪文填詞 徐浩再加黃少明的編曲 先講講歌詞 人間讚頌公道 但惡霸個個當街無道 叫好人們明白到好人們無力撐 大家聽到這些歌詞會想起什麼? 到了第二段開始打喉的歌詞 感覺都是比較憤慨和憤怒 但又沒辦法改變任何狀況 唯有遷就你了 但歌詞又說到 將這樣遷就你也自嘆 太獨太怨太空猛 只怕黑心可壯膽 善良佛力採樣撒旦內臨 狂難用愛無力玩 就是我遷就你 我都覺得自己太惡毒了 在這裏都暗中反諷那些被人遷就罵的壞人 為何可以做出更惡毒的事呢? 但事實就是善良者都是比較佛力 唯有靠自己的心變得黑才可以去壯一下膽 只是說愛、善良 真是不夠糟 所以整個第一段的時候 編曲主要是用鋼琴 行minor 就是行小調 聽起來就比較傷心 但都沒到激動 但第二段音樂一進的時候 就有那種 喂不是的 做好人真是被人欺負死的 我不行了 我現在要鬧夠你 音樂的氣氛是180度轉變了 電結他聲和一些很滑的鼓聲 就馬上爆出來 電結他還是我以前加BANG很喜歡的Metal rhythm 整件事又縮一二個素鼓 就變成我現在要去你了 可能因為副歌的melody 有些網民就覺得好像電視劇主題曲 但說真的 編曲方面我沒見過電視劇主題曲是這樣玩的 Ryman在IG說 他這次是第一次跟MC合作的 本來小心地說他是想寫 就好像是兩個人一起去溜冰 是感情上那些如你搏冰的狀況 後來因為生活就有其他的經歷 所以他現在就改了做這個寫法 希望大家都聽得痛快 他又好多謝徐浩和MC 就是好多謝這個旋律 如果不是就不會寫到這份詞 如果沒有MC的歌聲 寫到這份詞也沒用 徐浩也在IG有寫 最後一句大家得到就得了 到底大家得到的小心地說 會不會就是男仆街呢 入面歌詞的壞人大家又覺得在說什麼 以後大家罵人 又會不會用這句新的問候語 你小心地說 留意話之下 送上今集的冷知識 商場入面的小心地說 除了叫你小心之餘 還有什麼用呢 原來還有一個作用 是防止你在商場滲傷然後告他 因為如果商場入面 是因為工程又或者清潔造成地面的濕滑 而你滲傷的話 受害人是可以入品索償 索償的金碼包括醫藥費用 手術費和受傷對日後工作的影響等等等等 所以真的什麼事都有兩面 甚至更多 你的角度可以是他小心提你 他的角度也可以是拿牌 我已經擺出來了 你就算滑到混蛋 我都不需要負責 當然都可以不是的 可以真的好心的 如果想知道更多樂壇的派來新歌或消息的話 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凡是一星期四出的主片是不便的 二三五就會出EG歌仔 訂閱完之後記得要按一下鐘 否則他不會提你我出了新片的 不知他訂閱制要來做什麼的 所以兩個都要做 Follow我Facebook和IG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Facebook和IG Facebook和IG